感恩水晶今年帮了我 我想下一年帮我更加好 如果大家对水晶有兴趣 想知道更多相关的资讯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内容 很快又一年一度的年尾了 大家有没有做一个感恩呢 尤其是大家有没有做这个感恩水晶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很多时水晶帮我们很多了 立愿、心想事成 我们也要回馈水晶 就是这个正正感恩 因为感恩的力量是非常之大 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做这个感恩 就算了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万物都是说一种能量的 它是会回头的 其实很多人很想在过年和水晶 重新做这个立愿 又不知怎样做 应该怎样做呢 第一你必须要重新和它消耻 可言最少和它叶它三个小时 或者播放一些宗教音乐三个小时左右 给它听一下 之后再做这个正法 重新连结 立愿的时候我们是要有要求的 因为在一年之初 我们首先要将自己的负能量去除清洗 还有我们自己都要加上正能量 才可以再和你的心爱水晶做这个连结 这样的能量是非常之和系非常之好 那怎样做呢 还有去做这个自我清洗是最好 是很紧要的 我们的年中能量清洗是会用到泰国的师傅 这个加持过的这个祝福过的白沙 因为它是有师傅加持开光的 是练了经很久的 这样的能量才有法力的 还有我们会用这些祝福过的白沙放在身上 将所有的负能量全部吸走 因为这些白沙是一次性的 当使用负能量被吸走之后 我们会再跟着将红绳带在左手上 好了 跟着我们再跟着就双手合十 再跟我们的水晶做这个 所谓叫连结 我经常都有教有讲的 一定要跟它连结沟通的 将红绳放在上面 再等一段时间 因为为什么呢 你纳远了就放在红绳里面 纳远了 如果是水晶手链 你可以马上带回 但如果是水晶球 或者是水晶柱 你就要根据个人的愿望 放在明年相关的极位上面 如果上过我之前的罪补盆的朋友 都应该知道放在哪个位置 例如想要金钱的就放在财位 学习的就放在文昌位 如果是工作事业就放在事业的位置 好了 其实整个过程还有一些巧妙 和这个很讲究的事 令到这个愿望快点快点达成 如果大家听完之后觉得 都很麻烦 这么多事做的 好了 我在1月份有一个班 就叫做水晶愿望重設年终能量清洗班 到时我就会教大家 怎样用这个红绳 祝福 和这个师傅加持路的白塞 和会帮大家 怎样令到你的水晶再度加持 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点击查新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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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